今天我们来谈谈汽车改装 我相信很多人过一样在买车的时候都会收养 去改一改车 改装无罪嘛 不过因为新车warranty 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会动引擎 而是选择对这个外观下手 像是加这个body kit啊 黏黑镜啊 黏 sticker啊 又或者是换Rim 等等 要给自己的爱车 SUT 一点 做整条街最亮的车 你应该会觉得这样子对你的这个爱车影响其实并不太大对不对 很多人应该都有换过Rim 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蛮常换Rim 的 其实换Rim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一辆车子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工程师就已经经过这个仔细的计算 包括这个轮胎的宽度 甚至是这个Rim 的重量 他们都有仔细计算过 也带来一个最均衡的表现啦 那现在许多新车为了要省油 所以他们这个Rim 就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又或者是这个轮胎窄一点 看起来就没有这样漂亮咯 这时候如果你去换这个轮圈 尤其是换那一种加大的Rim 因为这个diameter 直径变大的关系 其实这样做的话 是会影响到你爱车的这个刹车表现 它会加上你的这个刹车距离 如果不是轻量化的Rim 的话呢 它还会破坏你的这个车子的重量平衡 加大这个黄下质量 你的刹车系统会更加的吃力 简单来讲就是更难brake咯 是不是没有想到换一个Rim 结果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刹车表现 还有一个就是隔音了 很多人为了这个更好的隔音表现 让自己的车子近一点啦 去跑去填那种隔音降噪的隔音贴片 这种以利清制成的隔音贴片 其实对车身的加重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来一个全车的隔音的话 你会明显感受到你的车子没有力的许多 我跟你讲 除了换日以外啦 有时候啊 你会为这个你的爱车 加装一些事件来办美美啦 好像加这个body kit 大尾翼啊 甚至是夸张的这个fiber body kit 全车大包围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重 但是因为峰值的关系装在车上呢 它其实是会对你的这个刹车系统造成负担的 我问你啦 如果你变胖变重的话 跑起来是不是比较吃力一点 嗯 重点是跑完了要停下来过后 是不是很辛苦 嗯 同样的你的车变胖了过后呢 这个刹车系统表现也是会变嘟一点啦 刹车距离同样也是会加长的 要升级刹车系统最好的方式就是换大鲍鱼 也就是更换这个加大的刹车卡件 还有加大的刹车盘 又美是不是 可是这样的一个升级呢 其实并不便宜 而且重点是你还要make sure你的这个 brake pump 或者是brake servo 能够应付得到 不然加大了也是浪费 因为车子都发挥不到 比较经济方式是有的 那就是更换更好的brake pad 比如 Bandix 的 Metal King Titanium 没有错 这以前节目就是Bandix 盛情弹注的 咳咳 在这里我们也强力推荐这个 Bandix Metal King Titanium 的brake pad 因为我们本身有在用着 然后其实它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 不过之前有不少读者就留言表示 这一款刹车片是会出现 四刹车盘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啦 我们发现其实这种讲究性能的 performance brake pad 通常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这种刹车片能够承受更高的工作温度 重点是在 连续的这个激烈驾驶下呢 它的这个表现依旧是非常的稳定 能够带来很出色的一个砂停表现 不过也因为配方的关系 这种以半金属制成的 性能刹车片呢 相比起普通那种 50 棉有机的刹车片 像是Bandix 的 Generosity 比起来的话 这个 Metal King Titanium 它的确是会对这个 刹车盘比较不friendly 点 而且我们在调查以后也发现到 其实这个 Metal King Titanium 对于刹车盘的 耗损率也不算太高啦 根据测试 这个 Metal King Titanium Brake Pad 对于刹车盘的消耗比率 是3比1 也就是说你换3次刹车片 你才需要换一次刹车盘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中甲 或者是你时常跑山路的话呢 这个比例就会进一步降低至2比1 也就是换2次刹车片 你就要换一次刹车盘 所以到最后呢 还是要看你的这个驾驶方式 如果你是普通开或者是斯文开的话呢 其实这个 Metal King Titanium 它的这个消耗程度和 普通的 Generosity 并不会差太多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Metal King Titanium 它的使用寿命也是比较长的 达到一个4万至6万公里 相比起试验上一些 类似的这个刹车片呢 它们都是3到4万公里 整个生命周期就比较长啦 所以你的这个刹车盘的整个寿命期间 你换刹车片的次数是比较少的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 诶 怎么我好像一直换刹车盘的感觉 其实是因为你的刹车片比较耐久 不过 我要强调 这个还是取决于你的驾驶方式 如果你天天开车开到像 Vin Diesel 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 VOTAC 就比较快咯 至于消耗的速度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怎样想了啦 如果你要更好的这个刹车性能呢 你就要牺牲一点东西 行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你紧急刹车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刹车性能表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拿这一点的耗损来换一个更安全的行车表现 其实是蛮值得的啦 就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这个刹车经验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如果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 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你对这个 Bandix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话 也记得不要忘记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